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3月31号也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们在东森网路电视的最后一天跟大家播出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记得扫描我的QR Code 扫描我屏幕下方的QR Code 或者怎么样扫描订阅我的YT的频道 那后面我们还是会继续跟大家服务 那当然最后一天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未来的行情 那未来的行情 各位接下来假期过后清明节会不会变盘 这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 清明节后会不会变盘 我先给各位一个答案 会变盘 那什么时间点变盘 等一下我们来跟大家讲 好那讲到行情问我就对了 因为我跟你们讲的都是未来 而且是讲的准 不是只讲未来 去年农历年后全台湾我唯一看空 没有第二个了 当时在18232点 我就一个箭头方向往下 那就一路怎么样 一路跌到12629点才开始反弹 那我为什么讲反弹跟回升 那这个就是有差别 那第一次谈到15000点的时候 我说会先怎么样 15000它会有拉回 周线会收黑线 阴线就是黑线 那隔天果然拉回 那下来之后我说怎么样 我说11月11日这个缺口 是一个中长线的关键支撑 这关系着后面的行情会不会再往上 来到这个缺口支撑附近的时候 在去年的12月底的测试完之后 今年开红盘第一天 我告诉各位怎么样 1月3号当天我告诉各位 会先往上2000点 先上再下 那当天我说谁来带这个行情 电子 电子会带这个行情 1月23号 好1月3号不是1月23号 这是电子的日线 1月3号在这一天 开红盘的第一天 开红盘的第一天 好 那隔天是下跌的 我说一个字就是涨 一个字就是涨 我从来跟你解盘都是肯定的 对不对 好涨到3月16号 那个美国的矽谷银行的事件 包含瑞士信贷 一些银行的问题 我说啊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支撑 我当时我也讲过 我说行情不会在市场 有戒心的时候反转 这用电子拉回就是买点 对不对 台股的马其洛防线 电子没有破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行情 今天又创了新高 今天创了新高啊 还有高点 还有高点 我当初跟你说会涨2000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在创新高 电子目前没创高 大盘是创了新高 来到15951点 已经涨了1900 1950点 我当初跟你讲2000点 有没有验证 会验证的啦 我讲的话都会验证啦 那接下来的行情啊 清明节后 还会有最后的拉台 那我要告诉各位喔 当最后拉台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反向操作 我们要反向操作 所以啊 这个很重要喔 如果你不懂得反向操作的话 去年的行情 有没有可能再重演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喔 这是今年的行情啊 今年的行情我事先规划好 也是在去年的12月5号当天 你看K线有一点点 当时我说往下 你可以去看我12月5号录的那个 台股怎么看 那一集啊 如果你们去搜我的YT 去找那一集节目应该都找得到 当时我画的走势图 我当时画的走势图 我都事先把行情画好 然后呢 12月那个月是下来的 下来之后 12月30号当天 我说怎么样 我一样说先上后下 先上先上 1月份有没有上 有吧 有吧 我事先讲喔 1月上来 我说行情没结束喔 还会再涨 2月会续涨 有没有继续涨 好 那2月行情还没结束喔 我说还没结束 还会再涨喔 3月会继续涨红 来各位 有没有涨红 好 这目前的K线喔 来我问你K线 说黄还说黑的 我是涨上来才跟你们讲的吗 我不是涨上来跟你们讲的 我事先讲 而且我都讲的准 下来 对不对 下来上去 有没有上去 上去再涨 有没有再涨 2月我说还没结束 还会再涨 我现在告诉各位 现在是反弹 C浪的末端 这叫ABC浪的反弹 4月会结束反弹 4月会结束反弹啊 他就是收黑 4月到4月底 那一根K线是黑色的 表示什么 表示有没有高点 有 高点它会出现在4月份 但是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后面这一段了 所以啊 不要做错方向 这是另外一次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千万不要做错方向 好 那这一波就是一个空头的反弹 目前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啊 他的看法跟我一样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谷月韩 这个人是谷月韩 所以行情啊 行情怎么看很重要 扫描我们的QR Code 行情开始出现的时候 拉回整理进入尾身 这去年的12月30号 对不对 所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是很重要的 好 那再来 再来 这个 股票怎么做 就是在上涨的时候做 下跌的时候就不能做 这个是我说过的 股票它永远会在多空之间 做一个循环 多空循环 不会永远只涨不跌 也不会永远只跌不涨 那所以呢 在它上涨的时候可以买 进入下跌就不能买了 拉回来测试支撑的时候买 好 股龙 拉回测试支撑买 停损 一点点 61块9 58块3 我说过停损设在这里 支撑的下方 下方 那做错你不大亏 做对大赚 那做对80块卖出 30%左右 那不用看了 好 育龙到现在都没行情 那买在这里的人等解套 去年很多人股票套牢 现在不是等解套吗 你在这里如果等 有没有 买在这里的人等解套嘛 对不对 买在这个价位以上的都等解套 这个价位以上的 这个是几块 这个是77块以上的都等解套 我卖的时候当天预告 当天预告 这是第一档我们做电动车的标的 买大家都会啊 怎么卖是学问啊 我说卖点有两个 投资朋友你为什么会亏钱 你不会卖 你只会买 怎么卖是学问 卖又是拉高出货 再来就是转弱讯号 拉高出货 玉龙这个就是属于拉高出货 我说这个分量是买点 这最佳卖点赤家卖点 高速传输的界面IC 详硕 详硕 低档有主力资金介入 买进 那今年农历年前 1月13号 礼拜五 1月13号买进 这个3月17号两周前 两周前卖掉 我来讲为什么要卖 涨势满足 好我们来看一下翔硕 来 现在1145 好我卖的位置 11215块 来 两周前这一天 我们来讲一个重点 各位 翔硕从低点到高点涨了一倍 有没有超过 有 什么样的人赚得到这个一倍的钱 什么样的人赚得到这一倍的钱 是不是只有在低档的买的人 才有办法赚这个一倍的钱 没有错吧 我这么讲没有错吧 好 那如果套在这里的解套了没有 套在这上面的解套 不要说这上面啊 套在1300以上的到现在都没解套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好 那套在1300以上的人都没解套 这一波弹上来 有没有用 有啦 少亏如果不卖少亏啦 那你就说要在低点买就好了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们 通常不是这个低点 在这里大家就拼命买了 买到这个低点的时候可能也没钱了 所以啊 我现在要讲什么 我现在要讲什么 我现在讲说 如果未来行情会在下跌的时候 你怎么做 你才可能赚一倍 不是卖掉哦 不是卖掉哦 你不是讲说 老师我卖掉了 我不做了就好 不是哦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的人一定怎么样 股价还没见底的时候你就开始买了 因为你手上没股票 你觉得跌很多的可以买 你觉得跌了就可以买 跌了就可以买 从多少钱 从2000块跌到多少 从2000块跌到1200很便宜啊 你会不会买 跌掉一半了怎么不会买 跌到这里很便宜啊 会不会买 会啊 1500已经跌很多了 跌掉1000块了 一张差100万你会不会买 人性会 所以说不是说 我卖掉了你卖掉 好老师讲你说 接下来往下我卖掉了 我卖掉了就好了 那那那 我告诉你我空手等 我跟你讲还没等到你 你就已经进去套了 那怎么做你才会 才有可能在这里买到地点 放空 为什么我说放空 因为放空你手上的资金 你资金还是在 你资金还是在里面 你不会乱买 你买买买买啦 你已经放股票在里面 你资金已经做进去的 你就不会手仰乱买 你就不会套牢 等到地点来的时候 下次买就是可以赚一倍 我说想说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如果卖完之后放空 现在会不会赚 会 对不对 所以说不是只有涨能赚 跌也能赚 那我当然没放空 因为三月份都没有 那个龙距回补没办法空 四月份我会开始放空 我空的股票一定是你们套牢的股票 绝对是你们套牢的股票 我还没开始放空 我这两天还在买股票 但是下个月我会开始放空 我这两天买什么股票 我等一下会让你们看 让你们知道无所谓 但是你们跟都来不及啦 我跟你们公开的时候都涨上去了啦 这个是翔硕之后的 1月30号过年前 是新KY 这些股票843块 3月17号1180卖 这里买 事情KY今天是涨的 对不对 无所谓 这个位置我觉得不会买 不会带我会买 要买一定是将来的事 那将来买可不可以 这一样啊 这将来买这个可不可以赚一倍 可以啊 下次买你就有机会赚一倍啊 你在这里要赚一倍吗 没有 我告诉你这里没有赚一倍的股票 后面有 跌下来跌完的时候会有 创意 828块买的 当年买为什么 整理结束 买 我都事先讲 我还要告诉你们为什么要买 我说这是一个右肩的卖点 你去看对不对 3443的创意 我卖完可不可以放空 可以啊 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没有龙卷 要不要空 那是后面的事 后面的事 那同样的道理嘛 创意跟市新是少数你放着能赚的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是这样子 很少 但是创意这个时候也没有买点 它过高其实是最没有力的 为什么过高其实是最没力的 来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波浪理论给你看 12345 五浪上涨结束开始进入修正了 所以为什么会再假过这个高点是有原因的啦 这是最简单的波浪理论啦 这里没有买点啦 创意也没有啦 什么时候可以买 等修正整理结束就可以买啦 那到时候买赚的会比怎么样 会比我们这次赚的更多 因为我们这次不是在低点买的 下一次我们就会买在波段的低点 那你下来可以避开还可以赚钱 然后呢 将来随便一倍 你去年套再多都解套了 所以你要跟着懂 真正看着懂行情的人 不是在跟你讲基本面 基本面产业面不会变啦 电动车去年新年明年后年都不会变 但是股票有买卖点 华福 2月13号大盘在跌的时候 买 这个我都公开讲的 到今天华福还涨停板 我们移动停利今天再往上移 这都公开讲了 2月13号在这个位置 主力资金进去了拉回我买 就是这边这2月13、2月14影片都有 对不对 我说结构没问题就拿 拿到有一天结束最差 到今天最差都47.8% 我说过我的方式怎么样 涨我就移动停利一直往上移 这种方式有个好处 涨100%会赚85% 涨200%涨两倍会赚 涨两倍会赚一倍九 一倍九十 这个叫往上移动停利 这是实战真正实战交易高手才会的 不是嘴巴说实战 实战 太一 买 买 卖 3月23号 8289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3月23 3月29号 前天 全出 来 这一支 滑电网 今天 看一下 今天盘中差一点冲到涨停 太一 太一老师你卖了 卖了当天下来 但现在又上来 来各位你看一下 你股票没卖哪有钱买 同一天 我第一天买华电网 代表会买华电网是什么时候 礼拜一 礼拜一 然后呢 卖太一那一天 卖太一那一天 太一是不是全部都卖完 对不对 这同一天啊 你有沒有看到同一天 你有沒有看到同一天 卖太一 对不对 另外一半的 全数获利离场回收至今 是不是同一天 空手的 买华电网 华电网 华电网 今天创新高 技术性拉回 今天礼拜五 礼拜四礼拜三 礼拜三 这里随便买都买得到 价位都一样 来你自己看 20到20.3 那你来看 20到20.3 那这两天能不能买最低19.75 昨天最低20 这一天最低19.9 就是这个区间买 今天创新高 老师你的空股票好可怕 可以做多我会做多 那当我可以想要去做空的时候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说后面再涨的空间不会很多 不会很多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找到倍数的机会 会比较少 那将来呢 将来呢 将来怎么样 将来 整个大盘整 拉回整理结束了 或者是跌完了 我们来买 我们放空的赚更多 下来买股票 股票又更便宜 又可以赚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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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操作是正确的 因为股票如果说在下跌的时候 你不会放空 你一定会套股票 我刚讲的原理很简单 因为还没到底的时候 就会拼命买 或者你当你这个 现在已经有股票套牢了 你错过了卖点了 接下来你会一直在等卖点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我们这样子讲 买强硕的 在上面买的 来到这里会不会卖 不会卖 为什么 还没解套 好 那在这里套的 会不会卖 也不会卖 为什么 他已经套住了 在这里买的嘛 一定有人买这里嘛 不然这量怎么来的 买在这里的人会不会卖 不会卖 不会卖 又等解套 将来再下去呢 全部都套住了 跟这个一样道理 跟这里套的人一样道理 永远在等解套 永远在等解套 但是如果你懂得卖的 将来来到便宜价位的时候 比如说再来测这个低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买 后面上来 一倍 全部解套了 解套是这样子做的 了解吧 了解吧 所以你相信我好事会发生 那接下来我们要找的股票 我告诉你们 一定是你们套牢的股票 一定是你套牢的股票 我要空的股票 绝对是你套牢的股票 绝对是你卖不下手的股票 因为上涨的趋势 下跌的趋势 做多跟做空那是不一样的 做空是找下跌的趋势 谈起来 可是很多人谈起来他不会卖 他会认为说应该还有高 因为已经套牢了 他会觉得说我再等一等 结果你卖点都错过了 去年的行情不是每天跌 我们来看行情 去年行情不是每天跌 你错过了过年后的卖点 这里三月份有没有机会给你 有啊 但是这个机会你会当做机会吗 大多数人会错过 为什么 因为在涨嘛 那六月份五月底有没有机会给你 有啊 但是你会错过啊 为什么会错过 你会想说这里我都没卖了 这里我怎么会卖 你还等什么 等再上来一点 结果又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有没有机会给你 有啊 那你会觉得什么 我这里没卖 这里也没卖了 我当然怎么样 我再等等看 结果又一路下去了 第一点来的时候你敢买股票吗 你不敢 不要跟我说你敢 你绝对不敢 我为什么跟你们说 我为什么跟你们说在行情在上个礼拜 应该说两个礼拜前 美国矽谷银行出事的时候 我 那时候我跟你们说 我说行情不会在大家有戒心的时候结束 不要说这个低点 不要说这个低点 光两周前的矽谷银行 半个月前的矽谷银行事件的时候 你们都会怕的 更何况这个低点你怎么不会怕 你怎么敢买股票 你不敢 那同样的道理啊 现在我跟你说这个行情这里再上去 还会再上去 但是再上去 下个月会结束 你信不信 你不信 你不会相信 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会涨2000点你们信吗 你不信啊还没涨上来你怎么会信 他电子当时很弱耶 都在跌耶 你怎么会信 你不懂 你们真的不懂股市是什么一回事 这两天 很多人在问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在问的人在这里我问你 你先问问你自己你这里敢买股票 你这里敢不敢买啦 那为什么你这里敢买 为什么你们这里敢买股票 大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敢买 这时候为什么你会想买 从这里到这里3000点了 你为什么敢买 这叫什么 阻力陷阱 我只能跟你讲到这样啦 反正今天东升最后一天 那那个要收看我们 持续收看我节目的 扫描这个YouTube 一定要按订阅 以后我们就在YT播 然后那个要加入我行列了 你相信我好事就会发生 02-254-28999 这次自行电话打进来 好 那常见的底部形态 近期的我们就简单讲啦 这二月份的光节啦 都是在拉回来的时候 第二次 我们往上移动停立价 这个都是赚 怎么赚的问题而已 我说过方法都不变了 连加 第一次买进3月16号 在这个位置还没涨 还没涨上来 来3月16号 6288 今天小涨 本来开低 那3月16号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我都还没涨耶 还没涨 还没涨的时候买了 还没涨的时候开始买 买完我们上去 买完上去 先走一半 先走一半 然后呢 涨停无所谓嘛 等嘛 等他回来再买回来就好了 这礼拜二买有没有讲 对不对 我说过了 这一趟如果不赚 也是亏3.5% 不会亏 30块以下很好买的 礼拜二 在这里 最低点的这一天 这一天最低29.5 现在今天震荡震荡 就上去 这个 可以放的我会放啦 不能放的就做空了啦 会跌的就做空啦 就是这么简单啦 可以买的我还是会买啦 这个滑井电我就不讲了 我们最高点当天 目前的最高点是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那目前没问题 没问题剩下的一半就爆 这不是最高点当天吗 这是不是最高点当天 156.5% 上礼拜五 是不是 那这个叫整理 无所谓 反正你卖一半 走一半 你再来也不会亏了 这个叫什么 短线保护长线 好 这一支 礼拜二的 还在买 我还在买 我要空是清明节过后 今天 还更高 还更高啦 这是我盘中十点多印的啦 后面还更高啦 哪一档你就不要问了 我怎么做你也不要问 我就负责赚钱给你了 就好了 反正呢 要不要相信你是你的事啦 但是我跟你讲啦 你相信我好事会发生在你身上 好 头部形态 是将来我所定要放空的 有好多 真的好多 头部下来的反弹 我就不讲了啦 那有兴趣的 要跟着一起赚大钱的 后面那一波 今年最大的行情 不是元月这一波 是四月过后 不要傻傻的搞不清楚 没有人告诉你们就是真的 我跟你们讲的都会发生 要不要信随便你 愿意相信我的 直接拨打0225128999 这支咨询电话 好 节目的最后记得 那个 要订阅我的YouTube 听报 今天开 下个礼拜开始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不在东升网路直播了 那最后祝福大家操作顺利 那全家平安 那也感谢 感谢大家的订阅 按赞跟分享 感谢老天的安排 让我们有相似的缘分 感谢台湾股票市场 让我们有赚钱的机会 最后祝福大家 驾取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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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